請同學先看到那一張圓錐曲線名詞的由來 請你在那個題型上面把標題寫上去 我們先花一點時間來介紹什麼叫做圓錐曲線 它其實是圓錐結合 可以嗎?來,把標題寫上去 圓錐結合 對,新東西 我們這下圓錐曲線 就可以把高二下的課程整個把它結束掉 來,先把標題寫上去 我們接下來要先來談一個概念叫做圓錐結合 那什麼叫圓錐結合呢? 其實那個勇志幫我照一下我們的那個電腦 我用那個動態的George Pro給你們看一下那個效果 來,那個所有同學,來看到這邊 來,圓錐的產生 來,高雄,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動畫 這個動畫裡面是要搭配我們講義的內容 大家一起來看喔 請你第一頭看到你的講義 我們這邊來定義幾個名詞喔 他說假設L是空間中的一條直線 我告訴你,L這條直線它是不會動的 你把它寫上去 L這一條線它是不會動的 然後呢,有另外一條直線 來,有另外一條直線叫做M 這一條直線M呢,它跟L交於一個點叫做V 而且這兩條直線它是怎麼樣 它是不垂直的 它是不垂直的 現在以L這條不會動的直線 當做我們的軸 然後將這個M這條直線 繞著L旋轉一軸 這樣子轉出來的這個曲面 我們稱為叫做直圓錐面 把直圓錐面四個字螢光筆說完一下 可以吧 看到沒有? 同學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那個動態的Georgi Bra的那個效果 就在這邊 好,然後這裡喔 它跟你說這個直圓錐面 我們用Omega來表示 如右圖所示 在這個直圓錐面Omega上呢 這個L我們稱為叫做軸 那這個M稱為叫什麼線? 叫做母線 同學母線兩個字畫起來 這個叫母線 這個V稱為什麼點? 叫做點點 所以你現在看到我們的這個動態的這個圖形 這個幾何的概念 來,同學我問你喔 這一條這個虛線這個叫什麼? 這叫軸對不對? 現在在動的這一條叫做什麼線? 母線 對,母線 這個點叫什麼點? 這叫點點對不對? 那個母線在轉的時候 是不是會轉出一個軌跡? 對不對?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直圓錐面 這樣可以喔 它會形成一個曲面 有看到嗎? 就這個效果 這樣可以喔 好 來,這是我們第一個給同學看的圖 來,那這個我就把它關掉囉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圖形 第二個圖形喔 搭配我們的講義 來,大家一起來看喔 他說如果今天喔 空間中有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叫做1 而這個平面呢 跟剛才那個軸 跟這個軸是垂直的 那麼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平面1 跟這個直圓錐面 相交出來的圖形是一個圓 同學你有看到嗎? 來,你看一下我們這個電腦 來,同學你看 這個藍色的是一個平面 對不對? 那這個平面 對不起,你們搬頭好處不太靈命 好,這樣是不是圓 然後同學你看喔 我現在把這個平面怎麼樣 我現在把這個平面上下移動 然後你看我慢慢移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圓越來越怎麼樣 越來越小 然後當它通過這個 這個叫什麼點? 頂點的時候 這個圓是不是會退化 它會變成一個點 我跟你講喔 這個現象叫做退化 你把它寫上去 這個圓喔 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 它會退化 它會變成一個點 這個概念叫做退化 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下來對照你的講義 他說如果現在我把這個平面一 稍微做一個轉動 讓它開始變得怎麼樣? 有點傾斜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這個平面一 跟這個直圓追面相交出來的圖形 我們稱為叫橢圓 你現在仔細看喔 我現在旋轉一下 讓它轉一下 你有看到嗎? 轉一下 對不對? 轉一下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定不是圓 這個叫做什麼東西? 這個叫做橢圓 可以嗎? 好 稍微轉動一個角度 這樣就變成左右 然後如果我繼續轉動它 來繼續看喔 如果繼續轉動它 讓怎麼樣? 讓這個平面 跟這一條母線是怎麼樣? 是平行的 看到你的講義喔 如果我們繼續轉動這個平面一 使得它跟這個omega的一條母線平行 把這句話畫起來 使得它跟母線是平行的 那麼這個時候這個平面一 它只會跟一個追面相交 而這個時候交出來的軌跡 那一個結出來的痕跡 同學那個叫什麼線 你知道嗎? 叫做泡霧線 來同學你看 看一下我們的這個電腦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平面跟其中一條母線是怎麼樣? 是平行的 你看結出來的痕跡 是不是泡霧線 對嗎? 是不是泡霧線 這樣可以齁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感覺 你看你看你看 泡霧線開口頭上開口頭下 有沒有感覺 有Fu嗎? 是不是泡霧線 好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它繼續再更緊急一點 那會變怎麼樣呢? 如果我再繼續轉動它喔 再轉動再轉動使得怎麼樣? 它跟上下這兩個追面都有交線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 而且我跟你講它所形成的圖形 在數學上我們的稱為叫做什麼線? 叫做雙曲線 有看到嗎? 如果你繼續轉動它本來是泡霧線 再繼續轉動 讓它跟上下這兩個追面都有相交 相交出來的圖形我們就稱為叫做雙曲線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同學為什麼圓錐曲線 圓錐曲線包含什麼你知道嗎? 包含圓 包含泡霧線、火圓跟雙曲線 他們是一個Famory 為什麼是Famory 因為他們都跟這個支圓錐面的結合有關係 這叫圓錐結合 這樣聽到嗎? 所以這個單元叫做 圓錐曲線 包含圓其實也是圓錐曲線 拋、火、雙跟圓都是圓錐曲線 這樣可不可以? 大概知道有這個想法 那接下來往事罵犯你 來照一下黑板這個地方 來先把它轉過來 看這裡喔 這裡有個小問題要問一下同學 來你在旁邊寫一個屁喔 在你的講義上找個空白的位置寫一個屁 我們剛才談到雙曲線對不對? 我畫一個不太標準的雙曲線 來 以前有學生喔 他問過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 雙曲線喔 像這個是左右形的雙曲線 其實雙曲線以後你還會學到 它還有上下形的 以前有學生問過一個問題 你猜他問什麼? 如果我現在把雙曲線 比如說這個叫左半支 這個叫右半支 如果我把左半支遮住 我問你 他的右半支是不是一個拋物線 你覺得是還不是? 是 你覺得是還不是? 我跟你講不是喔 你把他遮一半 你說老師剩下一半 所以他是拋物線嗎? 他不是拋物線 雙曲線就雙曲線 拋物線就拋物線 他們兩個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這樣可以嗎? 舉個例子 我把我臉遮一半 你覺得我長得像空白嗎? 不像嗎? 因為我兩個根本是不同人 不會因為臉遮一半長得就像 你懂嗎? 你懂我意思嗎? 雖然我比較帥 開玩笑 就是你當我意思的 把它寫上去喔 雙曲線的一支並非拋物線喔 把它寫上去喔 你不要搞 有些人會以為雙曲線是兩個拋物線形成的 不是啊 來 雙曲線的一支 我覺得孔流滿帥的啊 他醜死了 他醜死了 我的天啊 你的審美快點有問題嗎? 哪裡帥? 我也聽見他 他很帥啊 雙曲線的一支 來 並非拋物線 我還是覺得孔白是帥的 我還是覺得孔白是帥的 來看一下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不可以 可以喔 欸可不可以 雙曲線的一支並不是拋物線喔 請注意這件事情喔 不要搞混喔 雙曲線就雙曲線 拋物線就拋物線 他們兩個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高中數學 這兩個我們是把它分開的 這樣OK 那接下來同學拿出你另外一張講義 來 把你另外一張講義把它拿出來 我們接下來要來複習一個重點喔 你在這個講義最上面 最上面有一點空白的位置對不對 我想要來複習一個概念啊 什麼概念啊 動頂軌跡的概念喔 來 請把標題寫上去喔 慢慢講齁 這個文組要慢慢來 標題寫上去喔 動頂軌跡嗎 欸同學這個 這要怎麼講齁 我們這個動頂軌跡的概念 其實從什麼時候就開始建立 大概從高一對不對 對吧 從高一就開始建立這個動頂軌跡的概念 其實這個動頂軌跡它會跟圖形有關 然後圖形又會牽涉到它的方程式 方程式又會牽涉到本身圖形的一些結構對不對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在研究動頂軌跡的時候 通常一開始我們會先有什麼東西 會先有定義啊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會先有定義 對不對 來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會先有definition 都會先有定義喔 來 同學定義就是什麼 定義就是規定嘛 任何東西一定都是有定義的啊 對吧 來 先把定義把它空起來喔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同學我問你 你們比較熟的圖形是什麼東西呢 譬如說 我來講圓好了 同學圓這個單元你們學過嗎 圓喔 Circle圓 圓你學過吧 好 那我問同學圓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圓長什麼樣子嘛 小時候老師可能拿一顆球給你看 中學這個是圓的對不對 或者拿一個盤子給你看這個是圓的 可是慢慢的我們就會怎麼樣 就是會開始抽象的話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規定圓這個概念 圓的定義是什麼 我可以找個人來問 29號 那我要問會寫19號 對稱 可能對稱的東西很多啊 又不一定是圓來對稱 對不對 圓的特徵是什麼 因為它的定義一定跟它本身的結構特徵有關係 365度又對稱 都對稱 不管怎樣都對稱 不管怎樣都對稱 圓的定義就是 老方我直接來講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不是這樣講嗎 這個啊 數學上給圓的定義應該是這樣吧 等一下你看得懂這是什麼東西嗎 同學我問你 這個O它是一個什麼點 慢慢來慢慢來沒關係 因為後面的東西結構都很類似喔 這個叫做定點對不對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O其實就是這個圓的什麼東西 就是圓的圓心嘛 對不對 同學我問你這個R就是圓的什麼東西 對圓的半徑嘛 好那我把這個詩子寫出來之後 可不可以請同學 重新再用比較口語化的方式 再告訴我一次 請問圓的定義是什麼 圓的定義是 欸你能不能夠講出來嗎 這什麼是圓的定義 而且這個P是一個什麼點 哈囉 這個P是一個什麼點 動點啊 我們要找這個P點的軌跡對不對 欸對吧 這個P是個動點啊 這個就是這個交貨就是P啊 對吧 這個P是個動點 所以來你告訴我 重新再一次 圓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什麼東西都有定義 來圓的定義是說 在一個平面上然後怎麼樣 圓心 圓心 平面上有一個動點P 它到一個定點 等距離的所有這些P點 所形成的那個圖形嗎 欸你懂這意思嗎 就是說在平面上有一個定點 這個點是固定的 然後呢有一個動點P 這個P點到這個定點的距離 固定多少R 那這個R就是半徑嘛 滿足這個條件的所有那些P點 你把它收集起來 對不對 它的圖形就會形成一個圓 欸這樣聽懂嗎 對不對 這個就是圓的定義 數學的語言就是這樣寫的 這樣形容這個圓 這樣聽懂嗎 OK 好這個是定義喔 那同學有了定義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來告訴我 有定義之後 通常這些幾何圖形 我們就可以找出它有什麼東西 欸這個幾何圖形我們都知道吧 這樣圓你知道吧 有大有小對不對 那圓心可以在任何的位置 可是你要怎麼樣給它 把它記錄下來 把這個圓用數學的語言 去把它寫下來 寫出來的結果 其實就是S跟Y的那個關係式嘛 這個P點是不是叫SY 對啊 這個動點P是不是叫SY 因為它在直角坐標平面上 寫下來會得到SY的關係式 那個關係式我們稱為這個圓的 對 就是這樣嘛 這裡面不是應該都很熟嗎 所以有了定義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用數學的語言 把這個傢伙把它呈現出來 把它紀錄下來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圓都會有方程式嘛 方程式就是這個圓的就是怎麼講 它的名字嗎 可以這樣講嗎 每一個圓都會有一個名字 好 就像我叫選字對不對 講選字就知道是我對不對 就是有點那種感覺 就是把這個人紀錄下來 把這個人紀錄下來 那我們一開始在討論語言的時候 頭學我問你喔 我們一開始在討論一個集合圖形 為了方便警戒 我們那時候圓心都會設定在什麼地方 圓心都會設定在圓點對不對 我們將來才會開始做評議嘛 我們以前一開始學圓心一定都在圓點 所以透過這個式子來透過這個定義 我們得到的那個SY的關係叫做什麼 叫做S平方加上什麼 對 叫做Y0方會檔什麼東西 會檔成R0方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得到這個 這個就叫圓的方程式啊 對不對 是不是就會有方程式 可以嗎 先有定義嘛 先定義什麼叫圓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寫成方程式 再用數學的圓把它記錄下來 那我問你喔 有了方程式之後 那下一步我們就可以研究什麼東西 欸 這以前都教過啊 這個是很簡單喔 有了定義 那我們用有方程式嘛 方程式是一種代數式對不對 那有這個代數式之後 小時候我們會做什麼事情 會開始秒點嘛 秒點之後就可以看出 這個方程式的什麼東西 秒點資料高 要找它的圖形啊 不是嗎 是不是就會開始看它的圖形 對吧 把它寫上去喔 就會開始有圖形的概念嘛 對吧 我們可以透過秒點 這個動作是秒點 我這樣講 這個動作叫做秒點 剛才這個地方怎麼把定義寫成方程式 就是透過這個動點PSY 這樣可以嗎 把它記錄下來就是方程式 欸 同學 那圖形圖形長什麼樣 圖形大家都知道喔 如果圓形在圓點的話 這個圖大概會長這樣 跟著我一起畫好不好 以後你學到的拋土雙都一樣喔 都是會有定義 然後從這個定義會推出方程式 然後從這個方程式 你會看到它的圖形 然後從基本的圖形再去做變化 所以這個圓一開始都在這裡啊 對不對 這個圓一開始都是這樣 欸 有了圖形之後 那接下來就要研究什麼東西 欸 有圖形之後 接下來就要研究這個圖形的什麼 的變化 或者說研究這個圖形的結構嘛 對不對 是不是要開始研究它的結構 或者說研究這個圖形的變化 對吧 然後它跟方程式之間有什麼樣的靈異體 來 把結構兩個字框起來齁 比如說 我不要寫太多 同學問你 本來一開始我們的圓在 它的圓形是不是在圓點 後來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欸 這個圓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平移啊 甚至這個圓還可以怎麼樣 可以伸縮嘛 你可以把它變大也可以變小對不對 甚至還可以怎麼樣 還可以旋轉 然後甚至可以考慮它有對稱的性質 聽懂嗎 平移伸縮旋轉對稱等等 你就可以開始去研究它的結構 然後它的結構跟方程式之間 又會產生什麼樣的靈結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東西齁 放點軌跡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哇哦 來 先複集一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沒有問題的話 請把你另外一張講義把它拿出來 另外一張講義把它拿出來 另外一張講義 我們今天的課程要開始來介紹泡物線齁 這堂課要開始叫泡物線 泡物線來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第四章第一節 你看到你的講義 哈囉 看到第四章第一節 標題叫做泡物線對不對 題型一 來 把標題寫上去 定義與性質 我們一開始先來談泡物線的定義 還有研究它具備哪一些重要的性質 再慢慢來談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定義喔 它的定義我就不寫黑板 因為我已經幫你打字打好了 所以準備好你的銀光筆齁 仔細看它的定義喔 它說L是一條定直線 然後下面那句話 請你用銀光筆把它畫起來 F是不在L上的一個定點 請特別注意那個F那個點 絕對不可以在L上 不然會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等一下我會講 請注意喔 這句話很重要 很多學生會完全忽略這句話 這句話其實非常重要 F那個點絕對不能在L上 然後再包含L跟F的平面上 下面那句話是它的定義 把它畫起來 有一個動點 這個動點它到L跟到F L是一條定直線 F是一個定點 如果有個動點P 它到L的距離跟到F的距離是相等的 滿足這樣子的這個動點P所形成的圖形 我們稱為叫做拋物線 在那個空格填上拋物線三個字 這樣可以嗎 拋物線 用比較數學的寫法是這樣寫 來 同學你把那個定義重新再寫一次 用數學的寫法就是這樣 它到F的距離就是PF線段的長度 來 會等於這個點到P的距離 P到L的距離這樣子 如果用數學來講它的定義就這樣寫 把這個寫上去 這我講意上面沒有 你把它寫在旁邊 對吧 它上面不是這樣講 到L的距離跟到F的距離相等 等距離的所有點所形成的圖形 這個是數學的寫法 你看數學就是一種很簡潔的語言 用中文來敘述講的樂樂等有沒有 用中文來敘述講那麼長 可是用數學的語言來寫 你看 就這樣子一句話就結束了 就這樣子 對不對 剛才講那麼多 其實數學的語言就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對 就這樣一個式子就結束了 這樣可以嗎 好 讓我上個機 來 老師幫我拍一下我們的 老師 那個環境顏色都很奇怪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因為牛仔布顏色 我的牛仔布顏色很奇怪 對啊 哪裡奇怪 好像炒破舊 我以為我是清函的教育工作人 你看 你有看過有人這樣破了然後浮起來 真的啊 真的啊 這破掉啊 然後就這樣子 縫一縫啊 喔 是啊 對啊 那不是造型啊 什麼造型 誰會穿這種造型的褲子啊 你有毛病 我真的很糗啊 我一常都來不穿幾次 對啊 有會這樣子浮吧 來 這個 好了好了 來 所有的團員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九九八 不要看我的褲子好不好 看一下九九八 我跟你講喔 來哈囉哈囉 來這邊順便等一下會介紹一些名詞喔 這個紅色的這個叫什麼點 這個叫洞點 然後我跟你講喔 這個字有點小喔 不好意思 這個就叫做定點 這個定點 等一下我們會正式來介紹它 它稱為叫做焦點 然後這裡有一條線 這一條線 欸我字那麼小啊 你們看得清楚嗎 看不到 對不對 其實這條線也有個名字 這條線叫做純線 好 那你看喔 這個叫做焦點 這個叫純線 在這個平面上喔 同學這個P點 它到焦點的 距離跟到準線的距離 是一樣的 我現在開始去移動這個P點 我跟你保證 這個P點的軌跡一定是個泡物線 來你仔細看喔 我讓你感受就好 來同學你看 我開始讓它動喔 在動的過程裡面 它到F的距離跟到L的距離都一樣喔 所以你看它開始在動 在動有沒有 這個距離都保持一樣 來你看它移動的軌跡 是不是一個開口朝上的泡物線 欸可以嗎 相同可以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能不能接受它這個定義 其實可以喔 我們用電腦其實可以很快的 讓你去感受到 滿足這個定義的那些動點P 所形成的軌跡 確實是一個泡物線 這樣會不OK 會不OK啦 OK嗎 可以接受 再一次是怎樣 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啊 就這樣拉 就這樣拉嘛 對不對 就這樣子拉拉拉 這樣可以喔 很酷喔 這樣就很有感覺啦 我覺得這樣子 你應該就容易接受 這樣好不好 好 來 永之不好意思 我們拍一下黑板 我會不會お估 했어요 到處 有些人 可以 有些人